营销的前提是真的要产品 还是回到产品 就是你这个产品本身拿到这个市场上 一定是让人家眼睛一亮 而且是基本上市面上没有跟你一样质量的产品 这种产品你才能够值得去营销 否则你营销的话你就浪费钱了 就是当时我们在做唱吧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是说 看看之前也有一些唱歌类的产品 我首先要保证我的产品比他们绝对的好 是绝对的好 而不是说只是相对的好一点点 是说在所有的唱歌这个指标上比他们都好 对吧 第二呢 嫁接社交网络 这个是唱吧一个很大的特点 而且是说 可以说最近几年里面 APP里面把社交关系用的最好的之一的APP 就是把现有的社交网络用的最好的 比如今天你去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上搜索唱吧 你会发现唱吧的分享量极其巨大 很吓人的数字 我经常都被自己吓到了 不是说每个人都分享出去 还有很多人不分享的 还有很多人只在我这唱 唱的都不上传的都还有很多 所以你可以想象唱吧用户规模有多大 那么这个分享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我们首先一点没有自己的账号体系 我要求用户必须用第三方可分享的账号登录 这样的话呢 用户的话呢 他登录的账号具有传播的能力 比如说你第一天如果开放注册 可能90%的用户一定用你的注册功能 而不会用第三方账号登录 这时候他注册的账号是没有分享能力的 等他想有分享的欲望的时候 他已经找不到可以分享的按钮了 这时候就不好玩了 反而说第一天我告诉他说 你可以用QQ号登录 可以用新浪微博登录 你还不需要注册 对绝大部分人来说还挺方便的 然后方便的同时带来的价值是说 他登录这个账号 在里面做很多操作的时候 一个键就可以分享出去了 然后这个分享的动力在哪里呢 我们在唱法上设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点 比方说刚才说唱完歌的时候 一下子我告诉你击败全都95%的人 你很高兴对吧 同时会在右上角告诉一个巨大的按钮分享 这是一个很好的成就感的时刻 你很爽 但是没有人听你的歌 怎么办 赶紧把它发出去 让你周围所有的朋友知道说 你看我在唱法多厉害 我击败全国95%的人 这个分享的欲望就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分享的欲望是什么呢 是说比如说有人上榜了 我一上榜赶紧结个屏 把我这上榜的东西发出去 或者把我的主页分享出去 把我喜欢的美女分享出去 让所有人来帮我喜欢的那个明星加油 所以这个分享的欲望还是有的 但是就说前提一定是带有分享功能的账号的登录 否则他就没办法做这个分享了 今天我们唱法上的分享的话呢 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比例关系吧 QK空间最大 其次是腾讯微博 其次是微信 再其次是新浪微博 再过来是人人网 可能我们玩新浪微博 Train里的人玩新浪微博玩得很high 但说实在的 新浪微博的分享量排得很厚 但这个数字 这个具体的关系 我很少对外去讲 大家也能理解 腾讯的用户量还是最大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